俊哲要跟大家介绍一道 可能你听也没听说过 吃也没吃过的菜 大家看 我们把镜头放到这边 这个菜名非常可爱 大家以为是大白菜 但是不是 是不一样的品种 所以台湾人给它叫做什么 娃娃菜 是的 就长得那么可爱 是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看起来会像什么 金针菇 但是俊哲说 不是 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叫做虫草花 是的 它其实是一种菌类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呢 跟东虫下草差不多 不过它的价钱是东虫下草的 0.5的费用而已 就是比较便宜 我们今天其实做这个菜 我顺便跟各位观众朋友 稍微的小小分享一下 这娃娃菜回来的全制作业的处理 我们把它尾巴稍微的修一下 好可惜耶 稍微修整一下而已 OK 它头稍微的修整一下 比较修整一下 然后再用我们的刀尖 来刀尖看着 刀尖 画个十字 什么意思呢 让它认为吗 让它比较容易 在微的时候比较方便入味 好有概念喔 雏娘 因为这边心会比较厚嘛 所以啊 这样子 我们只要做到这样子一个十字 然后那个十字大概深度是一公分吗 1.5 我们可以抓这个娃娃菜的一个对比 大概是抓到这个差不多我们的三分 三分之一也可以 四分之一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把它切断了对不对 好聪明 我们的厨长真的太聪明了 好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补充一下我们的葱草花 葱草花如果说我们在 一般会有两种系统 第一个的话是干脂货的 南北杂货 对 它回来一定要先洗净 一定要先发脏 泡它 要发它 那发它的话就很简单 就泡泡水而已 那另外如果说有一种 我们在超市在国外的美国超市 如果说看得到它是写葱草花 是罐头的话 我会建议你拿回来 连开都不要开 为什么 直接入家里的蒸笼去蒸它 两个小时蒸透 蒸弄 蒸烂它 那起来的那个味道跟整个口感会不一样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云额 这云额最近就是 大家看好 这个云额是真的很小朵的 不是那种大朵的 口感差很多 好来 我们再取一个水锅 等它水开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给它一点点的油 因为我们现在进行到所谓的 比较烫菜的 大概一汤匙饭 这样烫菜的菜比较油两样 娃娃菜本身它会去吸油 但是它烫起来不会去很油腻 就很简单的我们调一个 基本味 盐 大概是两小汤匙 好那接下来我们搁进来所有的糖 来 我们看它水滚了 来 我们搁进来 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会好奇说 这个到底是要尾巴先下去还是头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就是头先搁进来 好 依序 好 来 我们待会在撈菜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工整 好 老师那个菜要滚多久 我们就把那个锅盖盖起来 我们大概啊 如果说时间上的话 我会建议让它煲大概差不多六分钟 所以不是一般的汆烫而已嘛 让它闷着 因为待会你在进行 所谓的下一个烹饺的过程的微致的时候 可以缩短它的烹饺时间 那我们可以利用时间呢 我们可以现在来 取一个干净的锅子 好 来 观众朋友我们这 温 跟温锅的那个中心温度啊 大概是啊 预热啊 我们大概是可以把它调制在所谓的 中油温 好 温度也不要太高 因为待会我们要进行一个 所谓的爆香的动作 这个 今天这个油啊 可以多一点 好 我们准备好的酸片 姜片 喝进来 甚至你如果说你会比较担心说 啊 会不会有爆 好 你就把它搁进来 应该还好 你顺着的时间啊 就让它慢慢香气啊 搁进来啊 这时候你可以把火调小 然后我们盖入所谓的一点点燒酒 一样啊 锅气啊很重要 如果说在家中没有所谓的燒酒 你可以带一点零酒 这都是OK的 可是老师煮粤菜是大部分都有燒心酒 对 真的是很香气啊 好啦 把我们的鸡膏汤 因为我今天准备的鸡膏汤 是比较属于浓缩版 我是把三公升的鸡膏汤浓缩到 因为我们拍摄的关系 我把它浓缩到差不多剩下一 一份 所以说它的颜色会更浓 对 所以我现场要再割一点水 再兑一点水 这个水可以多一点 因为待会儿我们要下去煨这个娃娃菜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取一个筷子 我先把它关小 保护自己 这样烫到 拿起来 用牧师的方式看一下 所谓的娃娃菜十字花 它开花了没 来 我们看一下 开花了没 这可以开了没 真的耶 可以用稍微的手 我们稍微捏制一下 已经软嫩了 就让它泡着掉里它 它火座已经关掉了吗 还是用小火 就让它闷着就好了 闷着就好了 OK的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来调制我们的 一样 就调制一个基本味 放一点点的盐巴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准备好的那个 云耳 云耳可以搁进来 葱草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蒸过了 所以这葱草水微微带进来 不要浪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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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威之它的时间 先把那个食材的 虫草花 匀的 跟所谓的我们的那个 辛香料的味道 把它威出来 融合在一起 来 播出来 好 那才可以 好 来 我们稍微试一下味道 OK了 这个真的是健康没有负单 好 来 味道差不多已经上色之后 来 我们搁进来 来 准备一个肉扇 我们把我们刚刚 泡好的 芳花菜 尽量保持它的完整性 它的完整性 所以老师是用这个肉扇 对 我不要让它破掉的现象 我们就加一个 你看你先 要不要注意看我的手势 我就把那个菜这样摇起来 有没有 嗯哼 好像那个抱一个那个小baby 你先把它放到摇篮里面去 把它放到床上 不是用丟的 然后这个时候 也不用去翻弄它 都不要 你如果说你希望说它 它的效果是比较滑嫩的话 再给它一点油 对 芳花菜它不怕吃油 真的 因为芳花菜它的特质特性 它本身它的纤维够 但它有的 吃的不够的话 吃起来会色色的 口感会不好 那样我们让它慢慢闷 让它慢慢闷 大概闷这个时间 我们刚刚我们是 在沸水的时候是6分钟 这个我们大概 跟它抓4分钟 这个我今天准备是一个长盘子 是 那其实这个小东西 观众朋友我们其实有空 我们去观光间 买小东西都是OK的 促进一下经济发展 是 是 好来我们这威好的白菜 我们威好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让它挂芡 挂芡的话是让它这样子 整个能够保护住 是的 所以我最后的话 我会分两个阶段 因为第一个 我要保持它的完整性 所以咯 你以后把它 清清的 我会先把它 清出来 然后水先把它压掉 好 好 好 来 可以用 先让它可以用 好 来 观众朋友 来 我们倒下来 让它过滤 过滤丸的汤汁液进来 是要取我们够用的量就好了 我们芡汁的话就慢慢下去 来 我要的芡汁挂起来就是这样子 好来可以关火了 你看 因为很简单 搞定收工 最后的枸杞要下去 不要把枸杞忘了 你让一样咬就好了 你不要下去煮 煮的话会破掉 对 破掉起来 那一项就不好 这个菜我们已经先整理完了 帮我们的娃娃还穿了一条 点个窗 围裙 你只要一点点就好了 大概是半汤匙 春朗你会怎么摆勒 你会怎么陈列勒 你会怎么 二四六喔 如果我摆的话 我会这样三个三个 或两个两个 因为你应客嘛 你菜要东西端出来 就是会很惊艳嘛 可是你到最后的 整个用餐的过程 你要不要思考到 顾客的用餐的方便性 我们这只高脚椅嘛 为它专属定居嘛 是这边它方便拿 如果说我们今天这样子 两两都是这样子的话 它这样的话就很尴尬 这样子也是很漂亮 可是它就不方便取食 OK 然后我们的间隔距离 但是老师你讲到很尴尬 我又想到 这娃娃菜这么大 我放到盘子里面的时候 我要怎么吃啊 一口放进去吗 不会吧 你可以在家中的话 可以准备那个小骨盘 对 圆形的小骨盘 方便 好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那以上就是为你们示范的 所谓的虫草花 给你们的娃娃菜 以上谢谢